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如果插入一個目錄 假如現在文章寫了這麼多之後 那沒有目錄 當你文章可能越學越長高級別 那如果沒有目錄的話 我會很難處理 所以通常目錄我會加最前面 所以我把優表移到我這個地方 那這時候我按一個Enter鍵之後 它就向下推行 再移到我回到剛剛那一行的位置 優表在這個位置 我這時候點插入 然後選目錄 目錄在這邊 目錄有兩種形式 那我們選這個頁碼的形式 那這時候就有一個目錄出現 這時候目錄裡面是空空的 為什麼空空的呢 因為這目錄會自動產生連結 所以假設我把 我最喜歡的小說這幾個字框起來的時候 我把這個樣式 這個樣式選成 標題一二三都可以選 選這哪一個 我沒有選標題一好了 你看這個字就改變了 這字改變了之外呢 你看它的樣式是標題一 那神龍青龍夢想一般文字 那你再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回到標題 我們剛剛插入目錄這個框框 它有個虛框 你看旁邊有個這個符號代表更新 所以我把它點一下更新之後 你看我最喜歡的小說 同樣道理 所以假設我把 我最喜歡的食物這幾個字 把它改成什麼 一樣改成標題一 改成標題一到這邊來之後呢 我一樣按更新 你看它就出現了 這時候其他有個超連結的功能 比如我點我最喜歡的食物的時候 你看下面的超連結 我再點它就移到下面來 所以我們這個目錄是有個超連結的功能 你看中間這個少一個 沒關係我再把它 方起來一樣選 標題一 選標題一之後呢 你看它變成標題一了 這個字都是一樣大小 那回到這邊一樣 我只要點更新 這個目錄跑進來了 OK以上就是目錄的介紹